今天各大報的頭盤頭條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很特別 包括像蘋果日報 馬錫會 把五星期 跟中華民國國旗并上來了 聯合報的頭盤頭條 也是週六赴新加坡 馬錫會正式登場 那中國時報的頭盤頭條 是馬錫正式會面 那自由時報最現實 直接想說好理再升級 而且直接畫一個網上符號 預測了股市的大漲 今天四大報的頭盤頭條 自由時報 選擇做市場上的一個觀察 而沒有做一些報道 那樣的時候我們就掌握 因為我們看一下國際媒體 其實大家都做一個關注 先看這個行程 那特別是這次習近平 似乎為了跟馬英九見面 而改變行程 中日韓的首腦公封會 在上個週末才剛剛結束 可是大陸沒有去習近平 反正去的是李克強 對的是朴錫會跟安倍晉三 可是習大大反而跑到了東南亞 第一個是訪問越南 另外是參加新加坡的25週年 反正在這個時候來見了馬英九 而且特別延後一天離開新加坡 在10月7號禮拜六 下午的時候將會跟中華民國總統 馬英九來做三點鐘的 下午三點的一個見面 那各自開記者會 結束之後還要共進晚餐 觀眾朋友這待遇很高了 因為安倍晉三想跟李克強吃個晚餐都沒門 結果習近平要馬總統一起共進晚餐 那我們看國際媒體是怎麼做觀察 因為這個成為今天全球 這不僅是外交的重點 也是一個國際的大事 包括BBC提到台灣跟中國舉辦關鍵的高峰會 華盛頓郵報提到是台灣跟中國將舉辦1949年到首次的領導人會談 朝日新聞講中日最高領導人在中國分類之後首次會談 德國資深也提到重大突破 習近平跟馬英九將在新加坡會晤 包括大陸新華網 今天整個早上都停在頭版頭條 都提的是習大大跟我們的馬總統即將見面 那我們看到包括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 將新加坡與中國國家主席這個習近平來做會晤 那甚至像日本的第一大的產業的報紙 產經新聞用中台首腦會來等等等等 我們都看到這成為國際的一個焦點 那特別是梅克爾現在正要往大陸做訪問 中日韓的首腦峰會剛剛做結束 那習會才剛剛這個我們要做一個觀察 這時候硬塞一個行程 就是馬英九跟習近平的見面 又要是你怎麼做觀察 我們先從國際的一個角力 台灣的能見度一下變成國際的頭版頭條 你怎麼做掌握 我不客氣講 這個是我長到這麼大 聽過的最大的一個消息 真的假的 這個恐怕是非常重要的消息 你已經長得很大了 對 我不算小 但是不方便透露年齡 不過我想要強調的一個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國際版很少 就是介紹台灣的這個主要的首腦人物 像這種等級的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所以說大家我早上跟我學生剛好在上課的時候 我所有的學生聽到我講以後 每一個人都非常震驚 但是沒有一個人意外 為什麼震驚很意外呢 就不意外呢 因為他們覺得說這個 我們這個馬總統已經想要見 這個習主席習大大已經很久了 這個消息已經搞了大概有兩年了 所以大家對於這個事情沒有感到意外 但是在震驚了什麼呢 震驚就要問說 我們以前搞了66年為什麼一直沒有見 我記得很清楚的時候曾經有一度 這個蔣經國總統的時候 人家曾經建議過說你們在俄國 跟鄧小平是同學 是不是可以見個面 蔣經國斷然拒絕 這個事情在網路上都還可以找得到 這意思也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敵大我小 通常來講對我無力的時候 我不進行談判 有點像總統選舉的時候 如果我有希望選勝 我就不會參加辯論 味道有點在這邊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覺得馬總統塑造這個敵大我小的形象 已經一段時間了 然後這個消息突然曝光以後 這個大家有各樣的留言 但是我要針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分析 就是說大家共同的疑問是 為什麼這個正在 這個日政當中的這個習大大 要見這個日博西山的這個馬總統 為什麼這個兩日之間的這個 不可同日而語 居然會願意以大事小這個關鍵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以大事小 對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現在大陸基本上經濟上的問題 慢慢慢慢伴隨著人民幣的這個國際化 然後這個IMF 非常密集的外交訪問 對於大陸的這個在各方面 或是SDR的權力各方面機會很好 但是現在大陸的問題 尤其在國際局勢當中 最嚴重的問題叫做三海 就是南海 東海跟台海 那這三海當中的 都關鍵的地區也好 國家也好就是台灣 因為這個釣魚島或是釣魚台 基本上是台灣宜蘭的一塊屬地 如果沒有台灣這個認同的話 跟他就沒什麼直接的關係 對 南海更別說了 根本就是台灣 南海兩個大島 南沙群島跟東沙群島的 東沙跟太平島 對 都是台灣佔據了長達66年以上的時間 這個事實是英國 美國 這種國際大國都承認的 那台海本身來講的話 它基本上是有名的 打不成的航空母艦 所以對大陸來講的話 這個情況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 我講人事實地物 對 首先講人 第一個人的話 不是單純的兩個人 主要的是美國人 BBC裡面特別強調 美國人 美國的白宮發言人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們見到所有降低緊張 以及促進和平的這個想法 都是認同的 唯一他們對於什麼保留呢 對於實質上出來什麼結果 他們要看了再講 對 你可以看看新聞講 那第二個的話 事情的話是兩個事 一個是以大事小 另外一個是時事求是 所以我們今天台灣今天 碰到了所有的經濟局勢 都沒有辦法不透過政治來解決 所以我們服貿貿貿貿通通都是政治的問題 對 我們政治問題就是兩岸的問題 台灣沒有經濟問題 都是只有政治問題 你這樣子講的話 我也不能夠反對 我本來是不認同的 可是現在看到事實的情況 所以要時事求是 然後這個時間的話 這兩個人剩下的時間 是剛好相反 一個是七年 另外一個七個月 對 所以這個比較起來的話 差別就非常大了 對 所以說換而言之的話 不管你玩什麼花樣 我到時候有辦法繼續 我進一步的玩 而且我們也不曉得 因為我們這裡是民主的地方 然後時間到了就得下台 那邊的話到底下不下台 還是一個大問號 對 這個地點新加坡非常好 是 也說明 大家的權力很鞏固 他要找一個地方 也不能夠是中國地區 否則有一中的問題 對 也不能夠是跑到大陸去的話 就是有投共的問題 對 那新加坡有以前的舊力 1993年 國二共識 現在成了一五共識 也剛好大家都在講 對 最後物件 我就做一個簡單講 就是物 大陸要什麼呢 大陸要的物件就是台灣 那台灣要什麼 台灣要的大陸的分成三塊 大概70%的人要大陸的錢 有10%的人要大陸的人 還有10%的話要大陸的地 剩下的10%這些人 平常不是不表達意見 就是根本逢中必反 所以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來 在台灣基本上 支持這個想法的人 跟大陸展開比較長期的 這樣子面對面會談 因為它是形式意義大於 實質意義 大概超過70% 因為有時候我們觀察 因為事實上從馬總統 要跟習近平見面 基本上他有點震驚了 原因是因為 感覺大家都不知道 除了國內的各政黨領袖 包括國民黨的領袖 都不知道 像王敬平 王院長 說我是看了新聞才知道 記者打電話來問我 我才知道 包括美國的反應 包括了日本的反應 感覺事前也不知道 那唐威家不是說 前一天還告訴美國 這個馬英九 為什麼搞出來 那麼震驚國際的一個事情 特別跟習近平的見面 他感覺是有對美國 抗拒或報復嗎 從去年的319選運 到去年九合一國民黨的潰敗 到明年初 國民黨想像中的垮台 他會對美方勢力 一個反撲嗎 他追求除了歷史地位之外 他有對抗的意思存在嗎 我覺得馬總統不是追求歷史定位 他本人有歷史情節 他想要在這個歷史當中 扮演一個空前的角色 但是他實際上的做法 其實整體來講 說美國人完全不知道 是前一天才知道 我覺得這太低估美國人了 因為我們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基本上是我們的安全 我們在66年的安全 是美國人幫我們提供的 我們事實上沒有自己的能力 但是這個裡頭當中 我覺得有一點 他這個操作的這個方式 雖然保密 但是他展開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向 就是多了一個選項 否則的話 因為以目前的趨勢發展 走下去的話 台灣缺乏這個跟大陸 直接展開會談的這個選項 即使這次是形式 但是他可以開啟一個新的紀元 有一個新的傳統 以後接下來的人 在做什麼事情都方便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滿久做這個事情 有點凸顯他個人的這種形式風格 他就是完全依照原則做事 只要機會來了 因為人家真的是說講難聽的話 有點看他摔了 不太行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剛好兩者一結合 對他來講的話 這個其他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這個事情發生過 發生過以後再來的人 就有好做的方向 我想跟郭政良公委員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因為基本上 將我們從國際角度來講 因為台灣問題 我常常講中國目前內部有五大問題 藏獨 江獨 港獨 台獨 法輪功 這五獨亂華 大陸人都知道叫五獨亂華 麻煩死了 除了江獨不在台灣之外 藏獨 港獨 台獨 法輪功 基本上都是以台灣為大本營 或是重要基地 那另外東海 南海 台灣問題核心更是台灣 所以台灣問題 對於習近平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管是解決也好 還是解放也好 你會怎麼看待 因為這跟美國戰略的東西 也有直接的衝突 馬英九這個動作 美國感覺不是很吃味 您的觀察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大陸主動的 馬英九只是被動配合 因為事實上去年9月 在這個APEC 就是希望馬錫會 然後破局 大陸沒有答應 事實上我們那時候就聽到說 次家方案就是在第三國 那就是新加坡 那最差的方案就是金門 那金門馬英九不願意接受 對 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他覺得這樣就變成一周 對 那他希望在國際場合 總是有一點國際化的味道 是 那新加坡這個案子 是讓大陸一直反對 為什麼 因為從93年國王會談之後 對 大陸就覺得兩岸的事情 要在自己的領土解決了 所以只能在兩岸三地見面 對 所以一直到2015年 已經隔了22年了 對 所以這次為什麼會同意 在新加坡 顯然是大陸改變的態度 那我覺得大陸有三種考慮 第一個是對美國的 因為10月29號 我們知道之前就是歐錡會 對 然後談了五個小時的南海 然後破局 然後美國在10月29號 就派拉伸神盾的驅逐艦 進入南海十二海裡 就是美濟島 對 然後接下來11月2號 美國就宣布了 說以後我要聯合 就糾團 對 我美濟來兩次 對 就擺明了跟你對幹 對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 他要打台灣牌 是 他要分化台美的合作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目前對於南海的 海域的主權是九段線 對 他是繼承中華民國 1946年的11段線 是 所以如果在這個場合 新加坡 他可以跟馬英九表達說 我們共同守護南海主權 對 那美國就會很尷尬了 對 這是第一個 所以他就知道說我拉攏一下台灣 那我當然相對就要給台灣一些好處 是 那給台灣好處當然就是 他答應了馬英九讓你來 破這個66年的夢 對 讓你變成至少歷史人物 可是我覺得習近平 是還考慮到另外一點 就是說 對 第三點 第二點跟第三點是結合的 是 就他預期台灣應該會政黨輪替 對 那對內呢 他從2012年上台之後 他對兩岸基本上沒有什麼 什麼作為 他都是繼承胡錦濤 所以到時候一定會被批判 對 所以他就要拉高自己的高度說 我至少有做這件事 我努力過了 領導人見面是有一個 全世界都是如此 國際政治上只要最高領導人見面 就進入政治談判階段 會有這個意義 都是這樣 對 就是你要處理國家級的 所以他們說沒有 這是沒有發表共同三民 也沒有做任何協議 我跟你講事實上 據我了解 國安會準備的資料就是德國模式 是 他已經在研究分裂國家模式了 對 就你去那邊大概就只能夠對話 最高層了 你不能去談路科中轉 這太低級了 對 事實上去的人你看 國安會兩個 總統府兩個 陸會兩個 對 沒有海基會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去那種地方 談路科中轉 也不會討論什麼 紫光病聯發科 不可能 也不會去談說 拭目魚多買一點 那更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談 最高級別的問題 一定都是政治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就是啟動政治談判 雖然一時不會有結果 對 可是這個就是說 我習近平努力過了 我拉高到這裡 對 那政黨還是 可能還是輪投 政黨委員 我想問你 因為這個鑰匙打開 馬英九剩7個月 基本他打開的鑰匙 可能不是朱立倫的鑰匙 所以是蔡英文來承接 他打開的鑰匙 所以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的回應 也非常微妙 事實上我了解 今天早上 民進黨內部 有開一個緊急會議 就在討論回應的基調 那後來回應的基調 就是民主監督的問題 對大陸並沒有批評 因為坦白說 習近平願意用第三國 作為兩岸領導人的 見面的地方 這個是一種彈性處理 對 那雖然說 不是國際場合 對 不是國際場合 至少是赤家 對 赤家 但是國際場所 這個台灣坦白說 本來是應該肯定他的 可是這個氛圍也不好肯定他 可是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對大陸沒有提出批評 都是在批評馬英九對內的 民主監督 就訊息不夠開放的問題 因為習近平也在對內部 因為他一旦有所作為 那就表示說 這個政黨輪替我努力過了 是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面對 民進黨執政吧 對 那就是拉高到 你就準備跟我做政治談判吧 準備做 等一下我們要請教郭建委 外明跟你怎麼看 因為事實上兩岸的關係 其實據我們觀察 從去年太陽花之後 到香港戰中 甚至到九合一大選之後 其實兩岸的關係 正在極速的降溫 甚至進入了冰河時期 我們從我們的福茂談判 完全不動 兩次的禍茂談判 已經進入到第十回合 進入到第十一回合 基本上大陸態度是非常強硬的 沒有什麼好談 我之前第一回合給你什麼東西 就什麼東西 再談到第八十回合 也是一樣的東西 大陸忽然變得很冷處理 很強硬 這一次到底是破冰的這個見面 還是歷史的轉折 您可以觀察 我覺得世光也不要把它 講得這麼偉大 我覺得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儀式 實質的意義 雖然啟動了政治對話的按鈕 但是可以預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 不可能會有什麼進展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陸對於馬英九 對不對 等於他因應期盼 就是希望得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那不可能得到 不可能得到之後 那就在他下台之前 頒給他一個紀念獎 是 所以我對馬熙會 基本上是九個字來形容 第一個就是畫句點 第二個就是下總結 第三個就是定基調 畫什麼句點 下總結 定基調 畫什麼句點 下總結 定什麼基調 2008年以後的國民黨 馬英九執政的兩岸政策 對不對 雖然到明年5月他才下台 對 但是已經可以提前跟他畫個句點了 是 所有的遊戲close到現在 對 那這個下總結 就是對馬英九過去的表現 基本上呢 只能最多用擦強人意 那對他這個穩定兩岸的這個形勢 基本上保持這個肯定的態度 對 也希望兩岸繼續能夠這個 和平穩定的這種發展下去 是 那定基調 定誰基調 不是幫台灣定基調 是很明顯的定他自己的基調 習近平定基調 其實兩岸 兩岸的這個關係對不對 或者說領導人 對不對 不是不見 對不對 只要能堅持這個九二一中 再見不難 是 那就看接下來的這個台灣的領導人 怎麼樣去下這盤棋 怎麼樣去做這種選擇 你覺得誰比來下 是台灣來下還是大國來下 我覺得大陸 經常有人問說 這個大陸領導人是鴿派鴿派 我覺得大陸沒有什麼鴿派鴿派 大陸只有一個死硬派 死硬派就是把底線劃在那個地方 你不要想擂此一步 你可以對不對 接受一些我們共同可以遵守的原則 你也不要期待我 對你做什麼讓步 這是在新加坡這個第三國 不是國際場合對不對 跟你見面 算是給足你的面子 假如你想 以後遇到這個模式 大家發展下去的話對不對 還是可以有美好的未來 對 但是如果事實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未來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兩岸的關係 會逐漸走向收縮 你可以看出來 就像主持人剛剛講 其實從去年大長花學運以後 兩岸的哪怕是經貿關係 都是在 快速講 都是在開倒車 其實這個對台灣來講是相當不利的 我覺得在台灣人來講 可能還很多人分不清楚 這個兩岸形勢的這種轉變 特別是面對中國的崛起 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威脅 因為台灣人會覺得 他面對中國的崛起 他沒有信心 他完全不知道將來會怎麼發展 他覺得被人家擺佈 但是事實上他也 他是承認也好或者不承認也好 在過去中國大陸崛起的過程中 台灣是這個 享受到很多大陸崛起的紅利 我要講一句話是問題 因為最近還做個民調 台灣有一半的人希望獨立 但有更多的人認為台灣的結論 是一定被統一 這是一個很矛盾很糾結的心理 那在這個問題當中 一次被撞開來的 沒錯 有一半的人希望台灣獨立 可是那一半的人同時也認為 我的結果是被統一 這個是什麼樣的心態 對這一次的馬西會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化學變化 我非常注意這件事情 我拿這個比例跟我兒子討論過 還跟我三個學生討論過 三個學生 兩個博士班的 一個碩士班的 是 他們都認同 確實這樣想 因為我們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很多這些學生 他們是 他們反對的 是 只要是國民黨支持他們都反對 是 有這種現象 但是呢 他們覺得呢 他們反對的力道呢 不足以抗拒這個歷史上的潮流 因為他們有很多人自己啊 還千方百計想到大陸去工作 也有這種人 所以說感覺上 我覺得啦 我這個想法是覺得說 這件事情 我剛剛一直強調 它是一個起點 定了一個基調 但是它有個功能啊 我們在哲學裡頭啊 強調辯證關係 就是大家突然發覺 因為其實啊 你如果說是 面對大陸的時候 你的選項是很多的 你其實說 如果說是政黨輪替你就滿足的話呢 你就開始面對新的兩外關係 我們郭委員在此 他已經好像要邀遙遇事 準備要面對這個關係 對 他就知道事實上你必然面對 不管你將來 這個民主制度後來選誰 那這個選完了以後 要建立新的關係的時候 你有一個最理想的狀態 也有一個最button up的狀態 就是說你這個上下之間 你要定出這個位子 你這個光譜要定出來 就沒有在台灣 你找不到人去幫你打仗的 你在台灣也找不到人心甘情願 要跟你馬上就是統一的 所以另外一個原則 這是亞里斯多德提出來的 叫中庸的原則 就是說在政治的場合當中 你絕對找不到 極端的人會主導的 因為極端的人會主導 只有在極權國家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裡面的真正的 多數人的看法的意見 會形成一個主流意見的一個轉移 對 像這個事情的話 我並不是說 他會具體有什麼是結果 因為他是平等的啦 他是有尊嚴的啦 對 他對等尊嚴跟不留下任何的 實際上的協商結果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怎麼可能是對等的呢 人家大 你小的根本就是事實 那尊嚴 尊嚴是很抽象的概念 什麼叫尊嚴 對不對 然後不留下任何協商結果 剛剛我們郭議員也講過了 對不對 實質上的話 你鑽在一起 你實質意義 對 對不對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很重要 這個實質意義 是讓我們作為進一步 判斷的一個選項 因為我可以很明確地講 台灣沒有太極端的人 太極端的立場 是不可能成為主流意見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主要的 候選人的立場 都是永遠是維持現狀 甚至於現狀根本就是一模一樣 但是這個主要是什麼 在不同的立場當中 要找出一樣的空間 領袖是要帶出主流方向 是啊 馬英九這個做法 目前顯然不是台灣的主流方向 他有可能在短短未來7個月之內 改變這個方向嗎 我要強調這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是他個人的 是 像這個歷史定位的問題 我覺得說其實 他做的 感覺上大家民意上 並不是很高興 對 民調很低 今天我特別注意一下 民進黨裡面的意見 都是在質疑說 他既然代表性不夠 為什麼又黑箱 然後速度過於倉促 對 這基本上立場都是講這一點 意思也就是在質疑 他在民主上 英文有個字叫委任 mandate 就是質疑這個問題 但是除此之外的話 都在大陸那部分 民進黨很聰明 他自己留下 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這兩岸並沒有批判 可是總老師 我想請問你 這個假如未來 包括現在福貿 貨貿 包括現在開了第一次 兩岸領導人 在新加坡的見面 蔡英文明年當上總統 他要怎麼去處理 包括貨貿 福貿 現在大陸態度很強硬 還有假如他明年 習近平又跟蔡英文說 我們在新加坡見一面 這個立場就很尷尬 你蔡英文在新加坡大喊 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基本上那會就不用談了 這個立場就很尷尬 你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你講那個參與太陽花 有一個中研院的教授 叫徐思謙 他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他就是調查太陽花參與者 那個結果跟剛剛講的 那個民調是很像的 支持FTA九成 支持FTA 可是他去參加太陽花 那基本上他也大部分都主張獨立 可是他認為兩岸經貿這麼下去 會逐漸的跟大陸越來越密切 那政治上也會慢慢走向 也許叫統一吧 對 可是他們也都認為這是事實 可是他們說 可是我的命運要交在一個 我信任跟我民主參與的政府首領 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如果那個政府的信任度 開始增加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大家共同來面對 殘酷事實的時候 你這個講話很有玄機 我這個就是 因為馬英九我舉例 馬英九已經沒有辦法去號召 大家來跟他理性討論問題了 對 問題在這裡 對 一個政治人物其實不分藍綠 是要需要能夠有一個號召 民主要務實面對現實 現實是什麼 比如說TPP TPP我想台灣沒有人敢說 他不要參加吧 是 那美豬你要不要面對 美豬一定要面對 這很現實 美牛一定要面對 是 那美豬具體談 當然 對不起 雲林縣跟屏東縣 兩大養豬縣 是 都是民進黨執政 未來如果中央也是 蔡英文執政 那就好好溝通吧 好好溝通 我要先想去你做觀察 我們從殘金面 因為台北股是因為 馬錫會和平紅利 這個和平紅最沖向 他是一個信心的來源 那這個信心在進入一代 可能基本面的改變 或資金面的改變 但馬錫會能不能改變 目前兩岸越來越衝突或對立 或本身國內 台灣國內矛盾的問題 有人喊到上萬點 你覺得你們看 有沒有可能上萬點 這紅利夠大 至少66年來 第一次發生 您能觀察 對 這個看起來是紅利很大 不過這個有時候 要看這個競爭對手 因為這個中國大陸 基本上現在的這個領導人算是 很大又很會投變化球 這其實下一個領導人 是滿難接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上次的和平紅利 應該是從這個 中移動要入股遠船 大家記得這件消息嗎 2009吧 2009年的4月29號 對隔天 隔天就4月30號 當時大盤是大漲了6% 對 就幾乎漲停 全部漲停板 對 而且那金融期是漲停板 對 那這一次的話看起來力道不夠 而且台北股市在週限月勝上 在那一天留下了一個缺口 很特別 對 而且那個後來是 基本上是沒什麼補的 是 那這個第一個 這個有沒有可能跟上次一樣 這可能有兩件事情要分清楚 就是說上次2009年 那時候這個馬英九總統上任還不到一年 還有七年的時間 可以期待 那現在呢這個上任只剩下不到一年 還有只剩下七個月 對 那第二個上次是5500 這次是8800 對 位階也不太一樣 景氣味道也不太一樣 是 而且它結構也不太一樣 為什麼叫結構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和平紅利 就是台灣自己會漲比較多 那其他國家漲比較少 對 最明顯就拿韓國來比 今天其實韓國股市還蠻弱的 對 大家看一下這個 今天的盤中它幾乎在平盤附近 對 看起來是蠻鬧的 是 好像也見不得這個中台好 對 我們看一下上次的和平紅利 這是在4月30號就跳空大漲 對 當時是5500再漲到快6000點 隔天還是大漲 是 因為這一天基本上都買不到 隔天繼續買 中移動入股遠傳 入股遠傳的消息 但是後面是沒有啦 後面是沒有這個事情 是 那你看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就橫著一條線 對 跟台北股市完全不一樣 還會是衝上去以後又跌回來 後面啦 蠻有活力的 是 這是上次在2009年的 我們當作是上一次的和平紅利 對 那這次呢我們看一下 這次的大盤 這個今天是大漲144點 也是創新高 是 也是創這個近期的一個新高 你看這個紅K棒 其實感覺上 昨天應該有人先知道了吧 昨天有人先跑 這個外資也大買 那 你看韓國股市 今天就有點弱了 前高還不顧 看起來會有點像 那我們為什麼說這個 第一個力道是不太一樣 除了這個景氣位置不一樣 這個 總統任期不一樣之外 另外結構也不太一樣 那什麼叫結構不太一樣 這是 當時2009年的金融股 對 當天是跳空大漲 這個不只漲傳產股啦 另外就是金融股其實漲更兇 對 那這個金融期還甚至於漲停買 隔天繼續漲嘛 對 你看一下它先攻的其實是金融 對 那電子股呢 它也是有攻 但是你看一下後面還回到這個地方 再跌回來 跌回來 就是第一個跳空缺口的位置 那金融其實是沒有回來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它先攻金融 但是呢 金融後面就不太攻了 變成後面才攻電子 電子不是沒有攻 是後面才攻 那是趕上美國QE的發威 對 你可以發現這幾年 基本上是用這個富邦金去入股這個華裔銀行 對 包括這個中國的銀行來入股這個永豐銀 對 但後來是因為福茂沒過 所以有點破局 是 但是呢你看這段時間基本上都在金融在合併 對 那這次是從哪裡開始 就是從這個清華紫光要入股這個歷程開始 對 所以你看一下 這一次的金融股跟這個電子股的漲相就不太一樣 你看一下這是金融股的走勢 基本上才過錢高一點點 是 但電子就不太一樣 其實昨天幾乎快夠高 今天又秩序大漲 噴出對 尤其是半導體類股指數漲任胸 剛好最近這個清華紫光要買的都是半導體股 是 所以看起來就說 之前兩岸合作的金融股是領頭往上漲 對 所以就看這個族群也知道後面的方向 是 所以從2009年的時候和平紅利開始 其實過去這幾年比較多金融的合作 對 包括兩岸的金融三會等等 但是後面今年的假設這是和平紅利的話 可能後面的主要的題材會從電子股開始 尤其是賓果 應該是賓果 主要是併購的題材 我們看台北股市今天開高走高 這指數也一路噴出 中漲是大漲了143點 而且成交量很特別 今天成交量是高達了1274億 已經相當久一段時間沒有看到千億大量 甚至爬到1200億 而外資買超217億 更是創下近半年以來最大的單日買超 那同時我們看到兩檔指標個股 第一個是聯發科 聯發科的財報極差無比 和股價在今天一樣攻到漲停板 因為紫光點名說聯發科我非取非帶回家不可 所以聯發科連續兩天大漲 那另外一個就是日月光在上海轉投資的F鼎 引固做上海營建業的股票在盤中 就拉出漲停板 在盤中百大全值股為二 拉出漲停的 所以到底和平紅利的威力有多大 能夠走多遠 那更重要的是跟今年年底的選舉有關 到底這次馬錫慧會會影響選舉嗎 觀眾還記得一個多月之前 金土聰說過一個關鍵的變化 這變化指的就是馬錫慧嗎 在我們告白座敬為解讀